開始 各位評審 老師 大家好 本組的專題製作呢 參賽作品名稱為 回收巨子瓶蓋 運用於阿里山捲和花之造型 那這次的 創作主題呢 的主軸是以雙寶概念為主 什麼是雙寶概念呢 其實雙寶概念就是 環境保育以及生態保護 兩個保育作用 融合在一起 那運用到了模特兒身上的作品 那在環境保育當中的 我們則是選用了巨子瓶蓋 為表現 在生態保育當中 我們選用的是阿里山捲和花的意象 那評審們可能會認為說 什麼是阿里山捲和花呢 其實阿里山捲和花物是以 就是阿里山為主 那阿里山為主的特有種植物 那也就代表了 這是台灣的特有種 有著台灣的特有性 那為什麼特別選用了台灣啤酒的瓶蓋 作為這次的作品呢 運用材料 因為台灣啤酒呢 上面印有了台灣啤酒四個檔字 那台灣啤酒呢 也就代表了不管今天在各個展場 各個展區告訴大家的就是 此作品就是Main in Taiwan 我是台灣製造 台灣的特有 那也希望讓大家能夠更了解到台灣的獨特性 獨創性以及重要性 那在 這次的作品當中 我們則是融會了一個原理 就是回收 我們回收了此物品 那再加以運用 創造新的生命 就好比微小的瓶蓋 平常就一手可能的瓶蓋 能夠運用於模特兒身上 不管是任何飾品耳環 甚至是項鍊 以及大一點的物件 鞋子 頭飾 衣服 甚至是最特別的妝容 我們也運用到了瓶蓋的特有性 刺激的腳 以及阿里山絕老花的立體度 運用在此妝容當中 那這次的作品呢 其實是希望大家了解到 環境保育以及生態保護的重要性 讓大家更能認識到 其實回收再利用 在每一個人的生活周上都可以運用得到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更加的了解到 此作品的重要性 那這次呢為什麼特別選用瓶蓋 其實瓶蓋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瓶蓋呢 它總共有 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數理 數理概念以及數理的定律在 那希望有興趣的評審呢 可以歡迎來到我們本組的 參賽作品來參觀 謝謝大家